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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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 大家好 東北英俊 今天介紹一下 Ground的 打擋穩定器的安裝影片 應該蠻多人會買回去 但是 大約應該不知道怎麼安裝 還是說 也不太清楚怎麼安裝 好不好 那我們就來拍一段教學影片吧 好不好 裡面打開 它會有一個 穩定器 這是要搭配我們家的魚眼軸承 這個強烈建議 這樣才有100分 裝這個只有80分 這樣才有100分 穩定器打開後會有這樣 一顆20米的 它是鎖這裡的 這一顆 還有 這有95長的 6米的兩個 5個 它加兩個襯套 好吧 那 我們就開始 教學吧 我們先把 搭檔頭的10號拆掉 再給它 往外推 好 是不是很簡單啊 再把眼睛下座的兩顆8號火絲拆掉 切記喔 安裝前 要上個潤滑油喔 這個東西 裝上去的時候啊 記得一定要對準 不要這樣歪歪的硬鎖上去會狡猾 好不好 一定要對準 喔 黃油喔 黃油喔 這一個 大家 這個 這個 喔 這個上去 就在這裡 好來 上一個薄薄的黃油喔 喔 這一定要喔 這是必要的 好不好 比較不容易生鏽 也比較好安裝喔 來這個就可以上喔 喔 螺絲 再加這個襯套 喔 穿進去 喔 換這一邊 喔對 上面要頂一下 有沒有 這樣才有辦法 很平均啊 不然這樣沒有頂有時候 倒腳 掉腳 喔 這樣就鎖起來歪歪 這作動就會不順了 喔 兩邊平均平均 這樣鎖 慢慢鎖緊 這這樣而已 簡單嗎 喔 再來 我們就可以把打擋頭 裝上去囉 打擋頭上面其實有記號 所以你不用擔心 裝錯 裝錯的話你的角度就會不一樣 你有沒有看到 喔 這裡有個點 這樣有沒有看到 這裡 有一個點 喔 對整上面那個缺口 喔 這樣的角度就不會跑掉喔 原來的角度就會 喔 再把這一顆白鐵 它所附的 走上去 好 這就是第一階段 我們所安裝的達擋穩天宇 這樣就告成了 但是我還是希望 你要再加裝一個這個 效果會更好 好來我們再順便教 這個是怎麼如何安裝 喔 這兩個橡皮 一定要先把它 打開 它原廠裡面 就是一個U型的 鐵 鐵條 喔 後面有插銷 插銷要給它拿起來 插銷 要給它拿起來 兩個插銷 喔 拿起來就長這樣 你知道這個套子打開 你這個拿來後會有這樣喔 還有這兩個螺絲 它就長這樣 喔原廠的長感 記得 來的時候你要這樣 要先把它的 原廠的劍距 先把音樂軸針調好 好不好 這樣的劍距調好的情況下 這個桿子 角度就不會變 好不好 現在我們已經調好了 那我們就準備 把它安裝上去吧 這個其實裡面外面都可以啦 通常我們都習慣裝裡面 但是兩邊你都要平均裝裡面喔 你不要 一個 這個在裡面 這個在外面 這樣就不行喔 不要這樣喔 切記不能這樣 要就是這樣 要就是兩個就裝外面 好不好 來 來 這個 4號 4號 4號的6角跟 後面10號的螺絲 工具這樣就可以了 好了 差不多 就這樣 好不好 穩定器 魚眼軸承 這樣才有完美的搭配 好不好 動作會比較順暢 好不好 比較明確 就不會像說 這樣的話會有倒角 這樣拉 你看它這樣會有腕向 這個就會比較穩 不要再晃晃晃去 好不好 今天 介紹大家 要的 記得 粉絲團留言 蝦皮下定 掰掰